賴清德昨天接受專訪 他說大家過去選對人啦 所以台灣現在變成了 世界第21大的經濟體了 他說你看我們的股市創新高 經濟體到去年是23兆 所以我們變成了 第21大的經濟體 而台灣的對外貿易 對外出口也成長70% 成為了第18大的貿易國 但是反觀香港 已經輸給台灣啦 可見因為香港被大陸收去 就失去了全世界 他也說因為經濟發展 所以工作增多了 提供的薪水自然就會增加了 有嗎 好啦 他說我的責任是什麼呢 是要讓國人具備專業知識 讓國人的薪水自然增加 所以那現代老百姓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薪水沒有增加 難道是你在酸老百姓 你就是因為沒有專業 沒有知識嗎 好 那麼這個侯友宜怎麼說呢 他說賴清德吹牛 說GDP是會達到3.5% 請問從何而來呢 台灣出口已經是連續第12黑 經濟成長率1.42 是創14年來的新低 而經濟還有產業衰退 缺水缺電又缺人 民進黨其實是完全都沒有改變 好啦 雖然說賴清德誇讚說 現在台灣經濟有多好有多好 可是來看看這些數據又如何來解讀呢 包括去年的痛苦指數 已經破了6%了 是創下十年來的新高 有超過四百萬人的月薪 不到4.3萬 很多人都不用繳稅了 貧富差距也高達6.15倍 奇怪的是十月份的時候 主機長朱澤民說了大實話 他說所得分配不均的話 那政府的責任最大 那請問現在哪一個政府執政啊 好啦 我們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數據顯示 台灣經濟真的可以說 是這個很好嗎 史上最好嗎 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看到很多人 沒有分享到所謂的經濟紅利 超過四百萬人 月薪不到4.3萬 貧富差距又有6.15倍 那請問經濟這麼好 都被誰給賺走了呢 歷史哥怎麼看 我想這個賴清德吹牛 也不是第一天 我們一個圖 就可以把他的臉給打爆 這個是這個什麼呢 我們的出口目的國 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你看 一條線往下衝 所以你看 最好的龍井什麼時候 對應下去16年 就是說蔡英文在執政的時候 我們有最高貿易的程度 但是隨著這個近幾年 開始往下崩跌 而這往下崩跌 唯一有上揚的 只有什麼美國跟東南一點點 為什麼上不了 因為你FTA牽不進去嘛 你講了半天 什麼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 你還記得鄧正宗先生 我們負責這個臺美貿易倡議的專家 結果搞了半天 哭半天有東西嘛 再來我們RCEP進不去 他跟你說我要進CPTPP 結果遠在大西洋岸的 英國都已經進去 英國在整個亞太地區 或者說在整個什麼太平洋 環太平洋地區 他那個領地小到幾乎可以不進 非常非常小 那個是殖民時代殘留 他進來可以進去 然後我們進不去 然後在這個IPEF 我們直接被排除在外 那講了半天 民進黨根本沒辦法處理這些事情嘛 然後最好笑的是 民進黨很喜歡吹 吹牛什麼 所以說你看我們這個是什麼 有史以來 這個外交最厲害的時候 我們台美關係最好 所以我們有好多民主盟友 來來來 就用你經濟部的網站 把你的臉給打爛 好不好 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叫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國家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們 然後 他簽署國家裡面 前面這些都是馬英九簽的 最好笑他還把X5掛在上面 然後從民進黨開始 只有什麼 2018年巴拉圭 2018年簽了兩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史瓦地尼 另外一個是貝里斯 我跟大家報告 這三個國家的經濟體量有多少 你知道嗎 就讓你全通好不好 你全賣 他們家所有人家家戶戶 通通買台灣產品 巴拉圭的GDP 以2021年為季 395億美元 史瓦地尼47.43億美元 貝里斯24.92億美元 比我們軍購還低 那我告訴你 中國的經濟現在GDP多少 2021年17.73兆美元 今年要18兆 可能要破19兆 新加坡 就我們境外 一個簽是新加坡 馬英九簽的 3970億 就說這三個加起來 連新加坡領頭都不到 那請問你這個叫什麼 你還不是在坐享其成 你還是在享受馬英九時期 所謂兩岸的紅利 所帶來的一個方便 所以賴清的真的是 講話不打草口之外 而且你那麼討厭ECFA 你哪討厭中國 你討厭大陸 拿掉啊 你發現你網站上幹嘛呢 對不對 那丟人 丟死人了 而且最好現在ECFA 根本沒有真正落實 因為只有草收清攤 後面的福帽貨帽 通通被你當時 你們在背後推動太陽花 給通通做掉了 那你還擺在上面幹嘛 所以朱澤民 我也必須說 難得他講真心話 因為朱澤民今年說得謊 已經是多到不行 我跟李貴民委員 每週五我們都在廣播上 都在吐槽他 這就沒有不吐槽過他 真的我也是覺得很妙 因為大家知道 像李貴民委員喜歡講經濟 我們每個禮拜吐槽他 結果他還真的有種 就從年初說謊到年尾 他年頭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講說經濟保二 後來我們就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至少1.6 然後早就跟他講 怎麼可能1.6 IF都打你臉說0.8 你還給他加一倍 最後終於到11月 還在修正2023年的預測 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要你這個主機不幹嘛 我找CHENGPT 可能都還比你厲害 到現在還在算說 我們是1.42% 我就問12月出來之後 你明年會不會再修正 會不會再降低 我就問你朱澤民就好 不過沒關係 他難得講實話 他說什麼 所得分配不均 政府的責任大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再撒謊下去了 對吧 痛苦指示那麼高 剛才 他主播已經把我們講了 那我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賺錢的 除了少量的產業 比如說科技之外 還有什麼產業 我前面不是有講 雲爆賺翻了 賺了21倍 所以叫什麼 叫做國家隊 民進黨有國家隊的時候 就是你要來排隊的時候 我們排口罩 排快篩 排雞蛋 排疫苗 什麼都排 但是等一下 他賺N倍 真的賺N倍 你看雲爆賺到21倍 不是N倍嗎 已經N加N加N了 所以其實民進黨講到現在 他列這個數字 他講香港 我們要笑死人了 香港不就正式被你們吐槽 被你們說失敗 因為中共獨裁進入香港 所以香港完蛋了 你跟一個完蛋的地方比說 你看 我好棒棒 我贏了香港 現在所以你意思是說 台灣只比完蛋好一點點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其實老百姓會有兩件事說話 一個是腳 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叫子宮 腳是什麼 如果不發達 我就想辦法移民出去 或者是想辦法往經濟好地方擠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南部一片產 中小企業一片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FTA 你的傳產出不去 所以人口當然流失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用子宮說話 你看我們的生育率 在所有的國家地區裡面排名 倒數第一名幣 地獄朝鮮 韓國還要低 所以有時候像我們都是傻瓜 你知道我們是拖累這個生育率 因為像我兩個小朋友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太傻了 就是太愛台灣了 所以這個真慘報國 我是覺得 有時候打破他們的謊言 再啪啪啪啪打100下 最後他還是繼續在那邊 西岸給出去 但是我們要繼續講下去 對不對 繼續戳破他這假面具 真的否則的話 他會繼續越催越大 然後騙那些不知道的人 然後繼續執政 台灣就越來越慘 台灣最大的危機呢 不是慘 沒事 我告訴大家 其他國家慘那都沒事 台灣是有戰爭風險的地方 那如果慘的話 你又弱 我趁你病 我要你病 會不會兩岸這時候就打起來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不要說搞不好 所以這個是生死攸關 存亡的一個時刻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 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